才刚走了一个杜苏瑞台风 现在中央气象局又发布了中台卡努 将在1号的晚上8点半发布海上警报 那么位在玉里镇的三明里 车站附近的稻田区 因为上次的好大雨造成了淹水 到现在水都还没有退 稻农就相当难过的说 因为水都排不出去 都淹在排水沟以及香含里面 现在都不敢掐秧 甚至还要想要休耕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排水 并且将这个遇到大雨 就会淹水的问题尽快解决 位在玉里镇的三明里 车站附近的稻田区 因为上一次的好大雨造成淹水 到现在水都还没退 稻农相当难过的说 因为水都排不出去 都淹在排水沟 以及香含里面 现在都不敢插秧 甚至想要休耕 我们这个水沟帮我们清一下 要不然我们田泥 没有办法工作 一下雨的话就水在了 那么怎么工作 我们鸭苗也是用钱买的 现在鸭苗很贵 一盘四十四十几块 要是淹水的话呢 我们这个桥村 挡住了这个水的流动 所以说变成 它的水排出去的速度会比较大 再来它这边的地势 比前面的水沟还要高 所以说它排水非常的慢 每次遇到水就会淹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表示 多次接到民众陈勤 只要是遇到大雨都会淹水 经过农民会看之后 才发现是航管内的排水出了问题 或尽快寻求证公所 以及水利会等单位来协助 现场的民众也反映了 除了原油的水沟排水的香寒 也就是通过火车站的香寒 它有新旧香寒 旧的香寒比较小 新的香寒比较大 旧的香寒阻碍了水流以后 让这个排水变慢 而且香寒的底部的高层太高 那排水也不顺畅 造成整个火车站后段 所有的田区全部都是灌满的水 那民众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耕作 不只是水稻田满满的水 走去外面的寒管 因为桥墩的位置导致淹水 水位也淹到脚踝 道农只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排水 并且将这个遇到大雨 就会淹水的问题尽快解决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